这个大头娃娃不是一般人 被她发现千万要捂住双眼 如果你好奇睁开眼睛 那就可能请全村人窒息 害怕地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她被秘密地关在牢房里 并进行24小时的严密看管 大头娃娃就不会伤害人 这天轮到安娜来牢房打扫卫生 经过一道道关卡 女人来到诡异的牢房 大头娃娃双手扶着墙 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 安娜特别小心地打扫 两名士兵则通过手势进行交流 期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生怕惊动了大头娃娃 所有人都不敢大声喘气 担心也来杀身之祸 还好他们配合默契 一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可危险还是悄悄来临 安娜一不小心将拖把弄掉地上 竟然瞬间吓傻了 感觉大难临头 女人转身发现大头娃娃已经消失不见 接着咔嚓一声 士兵提前领了盒饭 安娜吓得尿不湿都湿了 鬼影娃娃变得十分可怕 突然来到另一个士兵神后 吓得女人赶紧捂住眼睛往后退 很快士兵也领了热喉合饭 就当安娜好奇地睁开眼睛时 大头娃娃已经站在面前 女人露出绝望的眼神 看着大头娃娃恐怖的表情 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一年后大头娃娃逃出了监狱 里面所有人都领了合饭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个大头娃娃叫什么名字吗 为什么所有人都害怕她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下期更精彩 面具眼睛里流出黑色液体 诡异的是越来越多 然而这种液体十分可怕 具有超强的腐蚀性 如果面具由笑脸变成哭脸 那么你要小心了 它会瞬间控制你的心智 将面具呆在脸上 领到不要钱的盒饭 害怕得赶紧点住 因为面具不是一般人 所以不仅有中兵把守 还设置了最高级的密码锁 可就在两人交接班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面具正在快速地流出眼泪 很快嘴巴撞不下 夸夸地躺在地上 吓得泥巴都涂涂地纸帽泡 而研究人员正在做记录 根本没注意面具已经发生变化 竟然还左死地坐在面具跟前 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女人跟面具对视后 面具居然换了一副嘴脸 下一秒女人被面具控制 面无表情地打开玻璃罩 把恐怖面具拿出来 另一边同伴发现了一场 赶紧让保安输入密码 等他们赶来为时一晚 女人已经把面具戴在脸上 可怕的是身体不断抽搐 更可怕的是突然冲过来 众人吓得逃离现场 并且锁伤了肛门 被面具控制的女人变得诡异 几次敲门无果后 便不停地转着甜甜圈 一年后女人被面具侵蚀身体 扛不住地瘫倒在地 而黑色液体也从手臂流出 最后仅剩下一件外套 面具也没滋滋地露出笑脸 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 可这是一个懒惰的清洁工 再没经过任何人同意 不仅打扫了现场 还把可怕的面具 好心地放进玻璃罩里 在摆放好后 还特意地上下瞅了五眼 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在她转身要离开时 却听见面具说话了 影片到此结束 也不知道清洁工有没有令和饭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这个诡异面具 会用来做什么呢 欢迎频率去留言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亲儿子把母亲推下万里悬崖 母亲夸叉就掉了下去 我的天哪 还好被树枝卡住 看到母亲并没有嗝屁 而是死死地抓住悬崖边缘 孝顺的孩子马上举起石头 准备把母亲砸下去 关键时刻 一个身影快速冲来 把亲儿子扑倒 石头从母亲身边擦肩而过 定睛一看 原来是母亲的养子来救他了 因为养子平时吃得不好 很快就被亲儿子压在身下 趁着他们撕打之际 母亲使出浑身力气 尝试着向上爬 但悬崖实在是太陡峭了 每挪动一下都有可能掉下去 很快亲儿子把养子按在悬崖边上 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眼看养子就要凉凉 好在他身手敏捷 不断地翻滚 这时母亲爬了上来 看着不断向悬崖边翻滚的两个儿子 赶紧冲了过去 就在两人马上坠崖时 母亲及时赶到 抓住了两个孩子 可母亲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同时救起两个孩子 所以他现在面临着痛苦的选择 一边是怀胎12月生下的亲骨肉 一边是别人的孩子 他到底应该怎么办 亲儿子不断地说妈妈我爱你 这时养子的手臂突然下滑 此时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如果再犹豫下去 可能两个儿子都会掩恨西北 终于他做出了决定 让人想不到的是 女人最终拼起全力 把养子从鬼门关揪了上来 而亲儿子的实体 则被冰冷的海水瞬间冲走 那你觉得女人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男孩天生是个坏种 他把刀草人放在天桥上 看着不断呼啸而过的车流 男孩咔嚓就把刀草人扔了下去 路过的司机还以为是真人 结果躲闪不及 引发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即使辆车连缓降降 而罪魁祸首居然面不改色地露出笑容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男孩深深地陶醉其中 可怕的是仅用3.14秒 数十辆汽车全部报废 竟然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 而男孩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快速地逃离了现场 俩人没跑多远 又听见一阵警笛声 男孩停下来仔细观察 很快警车越来越近 见情况不妙 他们赶紧朝小道 躲到一旁的桥洞里 当他抬头发现 刚才的警车已经呼啸而过 这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杨子不明白男孩为什么这么做 男孩不以为然地说 只是为了找点乐子 杨子虽然很震惊 但也不敢反驳 毕竟自己也是参与者 然而更过分的是 他竟然把亲妹妹 插地推出了安全局域 自己则停下来看热闹 还不知危险来临的女孩 慢慢站起身 接着咔嚓掉进了 冰冷的湖水里 男孩健壮假装去救妹妹 快速地伸出右手 妹妹拼命地想拉住她的手 不管女孩怎么努力 男孩都完美地避开了 很快女孩全身都僵 快速沉入了水里 好在一年后 工作人员及时赶来 拼命地在冰面上凿洞 此时男孩只是冷漠地看着 好在救出了晕死的女孩 隔天杨子把男孩做的坏事 都告诉了母亲 然而女人并不相信 还狠狠地给她一个大逼斗 晚上杨子想找点吃的 男孩突然出现 告诉她冰箱里的食物都被下了毒 不怕死就随便吃吧 杨子怕家人受到伤害 于是把食物全部倒掉 而男孩赶紧叫起父母 母亲看到杨子疯狂地破坏食物 还以为他精神有问题 便把他关进房间里 可女人回头时 却看到儿子露出诡异的表情 女人有些怀疑 谁知儿子对母亲起了杀心 隔天把他骗到悬崖边 一把把母亲推了下去 还好女人被树枝卡住 可儿子并不想放过母亲 举起石头就要砸下去 关键时刻杨子把他扑倒 两人撕打在一起 母亲趁机爬了上来 抓住即将滚落悬崖的两个儿子 这才发生的开头的一幕 最终母亲松手 亲儿子坠落悬崖 被海水彻底冲走 母亲悲痛欲绝 抱着杨子放声大哭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母亲的做法对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女人摔到铁嘴上 眼看火车就要进家 可她却吓得不能动弹 突然身下冒着火焰 地下伸出无数只鬼手 死死掐出她的脖子 拼命地往下拽 即使女人大声呼救 可结果还是被拉入地狱 害怕地赶紧点赞关注 就会得到狗婆的密呼 就在女人下班时 一只诡异的手帕 夸得重向女人 竟然向车后飞去 惊魂未定的女人 顺着手帕的飘逸路线 慢慢地往后看 一个年轻婆婆突然出现 安娜刚要逃跑 却被女人死死抓住头发 拽下她的耳环 夸得把她安在车座上 危急时刻女人摸到丢树器 咔的就是一下子 竟然把她眼睛盯上了 老太太彻底怒了 固定住女人的脖子 女人拼尽全力 刮车挡猛擦油门 迅速击上安全带 汽车犹如脱香的野马 下一秒 金牙被磕掉的老太 竟然直接不向女人 夸夸地使劲啃咬 幸好她没有牙 终于过了一年后 安娜一脚把她踹出车外 并快速关上车门 气得老太又长住夹牙 本以为躲过一劫 可怕的是 老太居然举起十吨重的石头 咔嚓砸碎汽车玻璃后 轻轻没用力 就把女人拽了出来 更可怕的是 揪下一粒扭扣 竟然发起诅咒 随后把扭扣还给她 老太太却消失不见了 很快怪事接链不断 一道黑影闪过 女人被神秘力量击中 哗地倒在地上 到了晚上 一只蚊子飞进她鼻子里 随后从另一侧爬出来 最后竟然钻进嘴巴里 下一秒 老太竟然出现在她床上 并张开薛肯大口又吃到她 安娜拼命中扎 老太却突出十一只高蛋白 突然女人作了起来 没想到这只是一个美梦 可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她发现蛋糕不对 仔细一看竟然有只眼睛 我的妈呀 她赶紧一叉子怼了上去 可她再看像蛋糕 却什么都没有 突然她开始剧烈咳嗽 那只苍蝇竟然从嘴里飞出来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家里人全都吐了 手帕竟然成精老 夸得不在女人脸上 女人憋得马上就要窒息 在使出吃爷爷的力气后 终于把手就要拽下来扔在地上 可怕的是 手帕瞬间瞬间她嘴里 马上就要进到位里 还好女人及时抓住 双手拥尽全身力气 这才把这条诡异的手帕 从身体里拉了出来 就在手帕想逃跑时 安娜直接抓住她 并把她撕得稀巴烂 踩在脚下不断摩擦 更狠的是她的来到墓地 开始挖老太太的坟 安娜扒开棺材板 就是这个老太太诅咒的她 她要把钮扣送回去 可诡异的是 即使老太太已经死了 也不愿意拿回送出去的东西 无奈之下 女人一瞧怼进老太嘴里 挨妈嘴疼 老太只能张开嘴巴 她必须郑重地还给老太 看着老太的尸体一动不动 安娜以为已经解除诅咒 可此时大雨疯狂涌入目的 泥土变得松软 即使她拼起全力 最终还是掉进泥潭里 突然老太尸体竟然浮起来 害怕得赶紧点赞滚住 就能得到狗头的庇护 可下一秒 这下BBQ了 女人瞬间晕死过去 还好过了一个月 安娜又从水里猫了出来 这次计划彻底失败 她只能找到驱魔师 只见大师念出鲤鱼咒语 恶魔直接上了她的身 就算要取走女人灵魂时 关键时刻安娜把她的手 放在山羊身上 助手尖撞想砍掉羊脑袋 却没想到砍断了绳子 山羊裤子咬在她手上 接着恶魔附在男人身上 就在恶魔要带走安娜时 还好大师苏醒过来 把她干飞了出去 再一顿操作下 恶领夸的从男人嘴里钻了出来 下一秒 被打入18层地狱 就当安娜以为危机解除 准备庆祝时 男友拿住一个信封 里面居然是那枚钮扣 我的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女人彻底崩溃 不断地往后退 竟然脚下一滑 摔进站台 很快地下冒出烈火 伸出无数只手 接着火车压过她的身体 最终女人被带进地狱 而这一切的起因 竟然是个长相哇塞的老太太 她来银行办理业务 可是已经预期两次了 安娜向领导请示并没有同意 没想到老太突然下跪 不断亲吻她的裙子 安娜吓坏了 赶紧交了保安 没想到老太去发誓 一定要报复她 这虽然是一部恐怖片 但对人性充满了讽刺 安娜阳格执行了自己的工作 反而让老太太怀恨在心 最后却坠入地狱 善与恶到底该怎么评判 你觉得老人的做法对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欢迎讨论区留言